核心提示 一娃哈哈集团曾全员持股 1999年改制时 普通员工一人能买5000股至2万股 定价1元每股 持股后 1元钱能分八九毛 极弱持股份额2万 每年有1.6万分红 能占年收入的一半 当时有员工一口气买下45万股 一年分红能拿36万元 二全员持股让娃哈哈留下的人才 也极具凝聚力 在2007年达能娃哈哈之争中 达能通过公开声明等方式 想挖娃哈哈干部 从内部分化瓦解 据老员工回忆 没有一个员工站到达能那边 三全员持股也带来大国范 2018年 宗信后主导下 以三元每股的价格 将员工手中的股份收回 给出干股分红的承诺 有不愿签字的人 娃哈哈有做出区别应对 有未出售股份的员工 未获得当年每月1500元 至2500元的津贴 4.2024年宗福利接班 在9月回应 今年不会取消分红前 多位娃哈哈员工透露 刚股分红将取消的消息 是从极少人的内部会议中 自上而下的传达 此前未明确发文件 但这一信号的确存在过 武凤凰网峰报言 从娃哈哈维权会相关人士处了解 法院接受了起诉材料 正在立案过程中 目前上没有看到书面受理文书 现在参与维权的人员中 以近几年离职员工为主 在职员工因为顾虑到工作问题 目前还以官网和暗中表示支持的居多 只有小部分明确表达了维权意愿 宗福利时代的娃哈哈 开始向集团内部最深层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刀 9月初媒体爆出 娃哈哈集团员工的劳动合同 被要求改建红盛饮料集团 并取消甘股分红 由员工愤儿成立维权委员会 下称娃哈哈维权会 甘股分红取消 之所以让这群娃哈哈员工如此愤怒 是因为动了公司的大动脉 全员持股制度在娃哈哈集团 已经实行20年之久 尽管在2018年 娃哈哈集团通过股份回购方案 将员工持股变成干股 但员工依然享有 集团发展背后的分红收益 而这次突然传出分红取消 意味着娃哈哈集团 最能体现公平精神的全员持股制度 成了历史 滔天的声浪下 宗福利做出账簿 并紧急召开 娃哈哈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 进行解释 娃哈哈今年干股分红 不会取消 薪资结构 没有变化 分红将基于个人的岗位迹象 而非仅凭过往的资历 或级别来分配 但这似乎没有完全打消一些 老员工的顾虑 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 早已和全员持股制度 融为一体 宗福利时代 在改革上的诸多动作 拉远了他们和创二代之间的距离 在不安中 他们开始要求 重新追溯宗庆后 在世时实施的一项政策 2018年 集团回购员工股份的正当性 这或许也加剧了 宗福利二代接班过渡期的动荡 在变革和阻挠 野心和牵绊的反复拉扯中 宗福利是否会放慢节奏 调试冲突 似乎也成了决定 娃哈哈集团 命运走向的最大谜团 赢腰 入股娃哈哈 借钱都要买 刘建国是加入娃哈哈集团的最早一批大学生 90年代 刚加入娃哈哈时 业务还主要集中在杭州区域 但发展势头好 和他同批入职的几十个大学生 此后遇上 娃哈哈集团 改制成了股东 迅速实现了财富的上涨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娃哈哈集团 前身是杭州保龄儿童营养食品厂 1991年兼并灌斗厂后 更名为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由杭州市上城区国资局100%持股 1999年 娃哈哈改制 在几番股权转让下 娃哈哈集团 变成由上城区国资局持股46% 宗庆后持股29.4% 近2000名 正式职工持股24.6% 在当时改制大潮中 娃哈哈的改制并不彻底 娃哈哈员工持股 和国资持股并行的结构 保留至今 改制完成之后 按照职工持股会章程 正式职工入职满一年 就能持股 到2003年 娃哈哈几乎全员持股 刘建国回忆称 当时普通员工 一人能买5000股至2万股 定价1元每股 持股后 1元钱能分八九毛 即如果持股份额2万 每年约有1.6万的分红 他还记得当时的一位领导 一口气买了45万股 一年光分红就能拿36万元 这是一笔稳定又可观的收入 到2000年左右 刘建国只有4万多股 年收入有7万块 这种薪资水平 在杭州很罕见 他当时甚至跟随潮流 花五六千块 买了一部三星手机 那时没有理财概念 娃哈哈内部买手机的人很多 这些记忆碎片 和当时持股证明文件一样 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员工持股后 会收到一张持股证明 就像奖状一样 刘建国说 后来变成了银行存折模样 如果因为值级和年限变动 新增股份额度 会逐行列出 员工通过持股 共享集团发展红利的模式 也获得了高度的凝聚力 这在2007年爆发的达娃之争中 展现的淋漓尽致 当时与娃哈哈合作 近十年的法国饮料巨头大能 欲低价收购宗庆后 在娃哈哈集团体系外的公司股份 遭到了宗庆后的强烈反对 同样在两千年前 就入职娃哈哈的前员工谢永强回忆 当时达能通过公开声明等方式 想挖娃哈哈干部 从内部分化瓦解 没有一个员工站到达能那边 都不用内部稳定军心 宗总指宗庆后有这样的自信 他相信娃哈哈的员工 达能亚洲高管在诉讼中称 是由于宗庆后通过优厚的工资和资金 使得达能与娃哈哈合资企业的高管 绝对效忠于他 职工持股会挂靠的娃哈哈职工工会 当时也扮演重要角色 达能与娃哈哈有39家合资企业 职工工会是合资企业的员工代表 职工持股会则是合资企业的股东之一 有资格将达能告上法庭 诉讼理由为损害金权 当时乐柏市与娃哈哈是竞争对手 达能董事确身兼娃哈哈合资公司 与乐柏市的董事长可以起诉达能董事 违反敬业禁职 立案后工会只需提交一个审理报告 达能在39家合资公司的外方股份随时会被查封 起诉后达能在国外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声落地 达能转而要求和谈 这只是当年达娃之争数十起诉讼中的一场 谢永强对这场起诉还有印象 他表示身为个人在这场起诉中并未做什么 但如果需要员工签署协议等程序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起诉达能 如今在提及当年轰轰烈烈的达娃之争 谢永强的语气里依然流露着难以掩盖的骄傲 达娃风波爆发第二年 王科大学刚刚毕业 通过校招进入娃哈哈 然后一待就是十多年 他回忆刚入职娃哈哈的那段时间时 声音积月 他表示那是他人生中很快乐的一段日子 他不仅拿着同龄人羡慕的丰厚薪水 而且还交到了人生好友 职业和朋友双收 娃哈哈更像是他那代年轻人的精神原地 娃哈哈内部有顺畅的晋升机制 因为工作优异不断得到提拔 王科后期直接向宗庆后汇报 对宗庆后他很敬重 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大老板 真的像是大家长 他曾想一辈子扎根在娃哈哈集团 这个阶段的娃哈哈集团发展迅猛 2013年 娃哈哈实现营收782.8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几乎是1999年的40倍 而同年农夫山泉的营收规模只有90亿 统一集团的银品收入不过140亿 宗庆后也因此多次登顶中国内地富豪榜 02 全员持股的红与黑 娃哈哈集团员工的年收入通常有基本薪资 绩效奖金和分红组成 分红占比能到50% 随着职级越高 在娃哈哈工作时间越长 分红占比也就越大 在全员持股的最初十来年 娃哈哈集团和员工收入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2013年后 娃哈哈似乎失去了动力 新品乏力 销量下滑 而这时 新消费品牌跌出 互联网科技巨头崛起 娃哈哈员工收入也失去了优势 2008年 娃哈哈给王科带来的收入光环 到2018年已经没有了 这时加上分红 他一年收入也还是十多万 而和他一样的同龄人 进入阿里巴巴 年薪几十万 已经不是新鲜事 娃哈哈的持股机制产生的问题 也愈发明显 因为员工基本薪资 在过去十年期间上涨幅度不大 收入依旧主要靠分红 而分红机制跟绩效不挂钩 导致能力强 晚入职的员工 拿到的收入也并不一定高 随着工龄建长 愈来愈丰厚的分红回报 的确会滋养人的惰性 大锅饭让这家老牌企业 至今都展现出一种 工作上的低效和迟钝 娃哈哈供应商的一名送货司机 向凤凰网峰报言 分享了一次 今年给娃哈哈工厂送货的经历 他早上七点 再买一车货 拉到娃哈哈基地 但等待娃哈哈员工 卸货等了一上午 在他的催促下 十点半时 库管尝试去叫插车工 来操作插车卸货 但对方还在吃饭 库管也叫不动 一直到十二点半 他才成功卸货离开 他也曾给统一 康师傅送过货 因此对比感很强烈 他表示 人家还是人力卸货 效率都比这块 通常货运过去 不到一个小时 就卸完离开了 2020年后 加入娃哈哈的 渠道端员工王培龙 将接触的一些老员工 成为老业 他表示 大家执行力没问题 但不爱动脑筋 只按部就班 做多少顺其自然 都没压力 也没激情 对娃哈哈实行多年的连销题 他感受更深 和传统的经销商 先拿货再返钱不同 娃哈哈是先给钱再拿货 经销商自己报份额 每年卖购份额就行 每个品定的最低量 不好卖的产品 他们就不推 做经销商的 都有大客户 就把量押给酒店 大公司集中消费 所以散客一度 基本上买不到娃哈哈产品 在2024年 娃哈哈流量暴涨前 在他所在区域的一家超市 有十箱娃哈哈 一年都没有卖完过 为了改变大估犯现象 2018年 宗静后出面 代表娃哈哈 对员工持股制度 做出重大调整 由职工持股 会将员工持有的股份 全部回购 似乎作为补偿 回购后 员工虽不直接持股 而是作为干股 依然享有分红 根据当时娃哈哈公关人士 对媒体的回应 具体做法是 按原来职工持股额 作为干股重新分配 分配体现多劳多得原则 干股分红金额 与原来保持不变 而且 在企业效益增长的情况下 会有提升 尽管 娃哈哈集团对外宣称 股权为自愿收回 但是凤凰网风暴眼 接触到的不少员工回忆称 当时很多员工 并不愿将股份出售 三元的价格太低了 但碍于宗庆后的威望 承诺了还有干股和未来的分红 所以签下了协议 也有员工不愿签字 不愿签字的人 娃哈哈会做出区别应对 根据裁判文书网的记录 没有签字 回购的员工 在2018年 则未像其他回购的员工一样 获得当年每月1500元 至2500元的津贴 长期研究公司治理的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唐岳君 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职工持股 不一定就会滋生大锅饭 他以同样有职工持股会的 华为为例 华为设置了 虚拟受限股制度 和套路计划 不断实施动态配股 动态分红 能让股份和分红与个人 团队业绩表现紧密挂钩 据他观察 娃哈哈此前的职工持股 没有采用相关动态 激励机制设计 可能导致出现大锅饭问题 而后续回购股份后 给出的所谓干股分红制度 本质上是一种利润分享计划 目前很多公司 对干股概念模糊不清 其实如果是已经拿到手的干股 通常只会根据持股比例 来获得分红 唐阅君表示 回购后 员工本质上 已经跟股份没有了关联 在他看来 娃哈哈想改变大锅饭现象 并非只有回购股份一个办法 用股份留住员工 和利润分享计划 一个是用长期利益留住员工 一个偏向于短期激励 不能简单评判哪种更好 而是要看是否满足 动态激励相容的原则 可以考虑变革和创新相关机制 让持股比例 以及股利分红 更有动态性 根据员工的业绩表现 和公司业绩 实施动态股权激励 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但当时 股份被回购 并未激起员工的反对声浪 是因为2018年至2023年 员工还能拿到公司 以股股分红名义 发出的那笔钱 但到了宗福利真正接绑后 情况有些不同了 03 宗福利时代 2018年 对宗福利而言 也是转折点 一直在娃哈哈集团体系外 锻炼的宗福利 正式参与集团管理 同年4月 他担任娃哈哈集团品牌 公关部部长 2020年3月起 兼任娃哈哈集团 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2021年12月 正式担任娃哈哈集团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期间 性格上更果断的宗福利 表现出了和父亲智力风格上 迥然不同的一面 在对待员工工作效率上的问题 会表现得更直接 将分红跟绩效挂钩 针对40岁以上老员工 更为严苛 这跟员工长期以来 所习惯的宗庆后世的宽厚家文化 完全不同 也引发内部不少争议 私下里 不少老员工 会称宗福利为大小姐 怨气不小 妇女之间经营理念的差异 在娃哈哈内部 已不是秘密 在两人都领导公司的那几年 对中高层是很折磨的时候 一位娃哈哈中高层员工表示 那时面对两妇女截然不同的指令 只能谁的声音大听谁的 王科任职时 感受很强烈 尤其是在一位想吸引年轻人 宗福利决定 换掉娃哈哈品牌20多年代言人王力宏上 内部未协定好时 宗福利就已公开表示不喜欢王力宏 有审美疲劳 王科说 王力宏和娃哈哈合作了20年 一直喊宗庆后大哥 宗福利的表达 可能让他们二人关系有些尴尬 但不得不说的一面是 宗福利急于改变集团内部员工的状态 将娃哈哈引向现代企业轨道 在旧有的薪酬制度上 当时还未完全掌权了宗福利 就已经试图改变原有的模式 将分红跟员工绩效挂钩 2018年后 随着宗福利在娃哈哈管理上介入的越深 很多老员工的分红也在下降 至少有两位员工表示 分红下降了四成 上述的诸多矛盾 或许也加剧了宗福利在父亲去世后 全面接管娃哈哈集团的动荡 今年2月宗庆后去世后 宗福利因为任免高管 在内部掀起巨浪 先是网上流传宗福利辞职书 8月29日 宗福利又突然回归 正式接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一职 同时原来的董监高等多位高管退出 全面掌舵后的宗福利 当想要卖部更大 取消干股分红待遇时 必然遭遇更大的反击 这一次 或许比其以往面临的形势更严峻 娃哈哈维权会人士表示 包括集团的创业元老 离职员工和在职员工 已有超过50名娃哈哈员工提起诉讼 有千人表达的愿意参加维权的意愿 这虽然在娃哈哈集团上万人规模比例并不高 因为取消干股分红政策 影响着上万名员工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老员工 他们工龄长 股份份额高 每年分红收益也多 一旦取消干股分红 可能意味着每年的数十万分红不复存在 同时 如果爱要求把劳动合同改签到 宗福利掌控多年的宏盛饮料集团 很多人担心薪资待遇会进一步下滑 不少员工告诉凤凰网峰爆言 宏盛饮料集团普遍收入要低于 娃哈哈集团同等职级的员工 收入能低一半 如果遇上裁员 按照新签劳动合同的时间来计算工作时长 裁员时赔偿也会少一大部分 在维学事件发酵半个多月后 宗福利提前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做出了适当让步 宣布娃哈哈不取消分红 但是分红将严格跟绩效挂钩 这种激励作用 虽能缓和一时紧张关系 但本质上依然是在对持股制度进行调整 这被不少员工视为缓兵之计 今年有 那明年 后年还会有吗 娃哈哈维权会相关人士 对凤凰网风暴言表示 针对娃哈哈员工 今年干股分红收益变化 2018年股份回购定价 对40岁以上大龄员工的调整等问题 凤凰网风暴言 致函求证娃哈哈集团 截至发稿前 未获得回应 04 重新清算回购方案 是否定价过低 想要顺利通过接班过渡期的考验 宗福利眼下 要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 老员工们要求重新清算六年前的股权回购方案的正当性 很多员工尽管在2018年股权回购方案时签字同意 但是在遭遇种种变革后 开始对股权回购产生种种质疑 娃哈哈维权会相关人士告诉凤凰网风暴言 他们的主要诉求是确认2018年的股权回购行为无效 还要求对当时的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做说明等 对于娃哈哈员工诉求 2018年的股份回购协议无效 多位律师告诉凤凰网风暴言 因为早期已经签署协议 几年后再推翻难度很大 通常情况下 企业回购职工股权时的定价上 大城律师事务所专门关注股权投资类争议的合伙人雄滩律师介绍 一般采用两种方式 一是根据当时公司的净资产来计算退股价格 一是根据购买时的章程或协议约定定价 在娃哈哈事件中 根据凤凰网风暴言获得的当时股份回购协议 提到根据2017年度会员代表大会特别决议 每股回购价共计三元 其中两元以特别分红回报的方式支付 剩余一元 双方案员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章程的规定 和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方式作为股份回购价格 这意味着 关于一元的股份回购价格上或曾有章程约定 但另外两元的特别分红定价 依据是什么 外界不得而知 在娃哈哈维权会相关人士看来 如果不回购股份 只要三年就能达到相近的收益 这相当于一次性用三年的收益能力 买断了未来的收益权 股权回购定价是否过低 一位不愿具名的职业领域 为公司证券兼并收购的律师提到 如果当初有回购的定价约定 就按照约定办理 如果没有 那就需要在公平和自愿的基础上 由双方协商确定 因为无法获知是否有具体约定 还无法准确判断 不过他强调 职工股权回购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对于回购定价 并没有法律强制性规定 价格只要是双方当事人 通过自由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 就可以形成 尽管当时以资源签署协议 但如果真的存在股权定价过低问题 也有探讨空间 熊潭律师表示 职工和公司在股份价值的判断上 可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 也容易构成一个显示公平的交易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 职工个人可以行使民法典 第151条的撤销权 但撤销权有行使期间限制 需要符合两个条件 其中一个就是要从股权回购行为 发生之日期五年内行使这一权益 超过五年无权再行使 而2018年实行的股权回购 距今已经过去六年时间 但值得注意的是 2018年股份回购之后六年时间 员工没有立刻维权 这是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 按照了相应交易条件在操作 即给到干股分红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就可以作为证据来证明 当时的回购存在额外的交易条件 即有干股分红 尽管目前员工手中没有干股的协议 2018年至2023年发下的分红 即能作为一个凭证 熊潭表示 这也意味着如果娃哈哈取消干股分红 员工有依据可进行起诉 目前娃哈哈维权会 希望通过诉讼 让回购协议无效 这不受五年行使时间限制 但需满足合同无效的室友 如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违背公许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证明难度较大 熊潭表示 凤凰网峰报言 从娃哈哈维权会相关人事处了解 法院接受了起诉材料 正在立案过程中 目前尚没有看到书面受理文书 现在参与维权的人员中 以近几年离职员工为主 而在职员工 因为顾虑到工作问题 目前还以官网和案中表示支持的居多 只有小部分明确表达了维权意愿 在娃哈哈过去形成的稳健保守的治理方式 遭遇变化时 势必影响复杂的劳资关系 尤其这项存在二十多年的全员持股制度 几乎比宗复利接班路启动的还要早 宗复利的大刀阔斧 在缺少父亲威信力的庇佑下 面临诸多挑战 接下来 娃哈哈命运走向如何 二代接班能否完成父辈未尽之事 成了这家饮料巨头的谜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